請導演跟我們分享一下 當初為什麼會特別選這個雨雲 來讓我們看到在預告當中 這麼可愛的小女生抱著這麼可愛的小狗 完全都沒有選耶 因為其實雨雲他一進去啊 就是完全的不害怕狗 然後完全的一直在跟狗說話 一直在跟狗聊天 然後說你不要吵我等一下就來跟你玩 然後跟別的狗玩這樣子 然後我後來才知道 一直到前幾個月才知道 原來雨雲的媽媽就是小瑜 就是我們在拍攝之前就已經在 在救援 在昭華139縣外面見過 他那時候正在幫一隻頭上套著高岡烏海排罐的狗狗 想要把他的套子拿下來 所以我們在找那隻狗狗 所以其實小瑜他一直都帶著女兒 到處在餵阿浪 然後跟狗狗相處 所以他們完全的他完全的不怕蛇 而且他是最棒的親善大使 就是他到學校會跟同學講說 大家要一起看十二頁 然後大家要尊重生命 要互動物這樣子 我們要請媽媽先跟我們講一下 是不是小朋友要從小 就是要開始給他們教育 要領養不棄養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小朋友就真的救不完 光一三九的話就很多了 那你如果說 你這個觀念不往下扎根的話 真的救不完了 是 對啊 所以其實我們一直都 把重心放在教育下一代之一塊 對啊 那我們要讓這個圓圓很大聲的跟我們說 你看他很關心動物跟昆蟲 因為剛好蚊子飛過 他也很認真在看 對 非常好 好 雲雲你要拿麥克風很大聲的說 領養不棄養 預備 棄 有沒有 預備 開始 那小生的說好了 領養不棄養 要看十二頁 要看十二頁 謝謝你 好 謝謝小雲 謝謝雲 謝謝我們的Coco 他有點點小小緊張 好的 最後一個呢 我們的主角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老米格 他的主人是萱萱 他是一個上班族 為什麼上班族女生 還願意去領養一隻狗狗 而且他有沒有那麼多的心力 去好好的照顧他 我們請萱萱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萱萱 麻煩台上請 好 也要請導演跟我們介紹一下老米格 聽說老米格也換名字了 來 導演 這位就是我們在 第一個安樂日遇到的 第一批被安樂死的狗狗 那時候呢 他非常的 看起來比現在大概老五歲吧 是 然後自從他被領養了之後 馬上就變年輕了 然後也有活力了 看人的眼神都有光了 然後以前我們叫他老米格 現在他的新名字叫陳先生 是 我們要請萱萱幫我們分享一下 你幫他取的新名字 是 陳先生 為什麼要參加他陳先生 因為我沒有男朋友 哦 所以 希望狗不但來父 還要來好桃花就對了對不對 所以單身的女生 都要領養流浪動物 哦 好不好 對 他家有很多隻 哦 好的 那 那請萱萱先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上班族的女生 怎麼會願意去領養小狗呢 因為講坦白話 你上班你真的有空去好好的照顧他嗎 呃 其實 我 呃 在領養他的時候 我有考慮了幾天 是 但是我領養他第一天回家之後 他就 我就決定要他了 是 因為他年紀大了 他很穩定 然後呢 他也 其實 我覺得他比較不會做 那種 我們不喜歡的事情 是 在家裡亂大小便 對 他會忍 然後 我就 而且我晚上譬如說 晚上要跟朋友出去 混一下的時候 是 我反而就想要回家了 哦 所以我生活變很正常 對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 他對我來說 生活沒有 沒有造成任何影響 對 而且我是早睡早吃 是 早上他大概七點就會敲門 對 他會抓門要上廁所 對 對啊 所以應該要跟所有的老闆跟家長說 對不對 如果你要讓你的員工跟小孩 有一個很正常的生活的話 就要去領養動物 好好照顧他 你的員工跟你的小孩 都會變得很正常 好 如果老公新跑到外面去的時候 也要他好好的愛護動物 哦 謝謝萱萱 謝謝你照顧我們的陳先生 也希望你未來真的能夠找到陳先生 我 我有老公了 哦 有了有了 謝謝 好 謝謝 陳先生 拜拜 拜拜 陳先生 拜拜 拜拜